弟兄姐妹妹平安 今天是9月30号礼拜五 京城甘露 老师很快就回来了 我深迷话回来 我相信大家都很思念他们 今天京城甘露的领修进度 是罗马书第三章 21到22节 21到22节 我们一起来念您 今天短短的经文 我们一起请 但如今 圣文义在律法以外 已经显明出来 由律法和先知为证 就是神的义 因信耶稣基督 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并没有分别 耶稣的义和完全 全部都要进入我们的生命 神的义要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神的义就是神的本性中的公平和正子 那么公义的神 怎么能够把祂的义 加给我们这些罪人呢 那样做事 是否合法 若造成律法 那是不可以的 人绝不能够凭着律法 得到神的义 但是神有办法 在律法之外 就是凭恩典的原则 把祂的义赐给一切相信的人 当然必须要先有耶稣为我们的罪付上的代价 而我们只要借着信就可以得着神的义 这就是恩典使神的义在律法之外 在恩典之中写明出来 犹太人持守律法 却得不到神的义 外方人什么都没有做 却因信得着神的义 弟兄姐妹 这就是有点好的令人不敢相信是不是 难道我们什么都不用做 却因着信耶稣就可以领受神的义吗 是的 什么都不做 本人约翰说 那是奇异恩典 Amazing Grace 要因信耶稣基督 家里一切相信的人 并没有分别 家给是因为怕有人自觉不配 不敢要 不好意思接受 神就主动并且抢给 并没有分别 则是说到不分犹太人 外邦人 神都是同等的看待 弟兄姐妹 神的话语既然如此的确定 我们就当宣报 我们是因信有了神而称义的 福音奇妙完备 神不但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 并且还把祂的义赐给我们 这叫恩上加恩 有一首诗歌说 一切我所有 无非是接受 全是恩所赐在我信之后 所以不自夸也不自尊 我是一个罪人蒙取恩 这是我身份 荣耀归给神 我是个罪人蒙取恩 帮我今天早晨在神的话语的里面 你的心盒里面 完全被主得着 愿主隐藏的玛纳 向你来打开 愿你今天早晨 能够得着神救恩之乐 以祂的智慧为乐 祝福你 祝福你 咱们知道